看看新闻榜 第二位是哪两位歌手 好紧张哦每次我第一个吧 没什么事 可是第一个还是很恐怖 我猜第一个是光良 平安 不要乱叫我名字 光良 我来看看这第一个究竟是谁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歌手 她是一位很会唱歌的实力唱将 一位歌手 她是一位 你们休息了 在这边 她是一位女歌手 终于不是你 干嘛 你这么高兴 终于不是你 她是一位漂亮的女歌手 谭维维 维维 你上去一定要把她 维维 我们一定要去拥抱她 上去拥抱她 上去拥抱成蕾 对 好 在谭维维之后 会不会是平安上台演唱 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期待 有一句成语特别适合形容 他们两个在一起 那叫做锦上添花 会是谁呢 张丽 两位女生先开场 两位女生先开场 我有信心 让辛劳两代人都喜欢这首歌 边江的泉水 金又醇 这首歌的旋律特别特别的美 边江的泉水 金又醇 边江的歌儿 满人喜 满人喜 清清清水流不尽 深深当歌 长青人 长安青人 边房居 聚面雨水 清衣 深清 云丽一生 长青人 边房居 军民雨水 清衣 深清 云丽一生 边江的泉水 清又醇 是1978年上映的故事片 黑三角中的插曲 歌曲正如那又清又醇的 边江泉水一般 在人们的耳畔欢快地流淌 流淌出了军民联访 一条心的雨水深情 流淌出了保卫边江的爱国中心 流淌出了锦绣河山万年春的美好祝愿 时光飞逝 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却仍能感受到军民团结一家亲的真挚情感 爱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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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领海更相恋 去明年放一条心 一条心 所有堆砌的复杂的 都不适合合书歌的 完全还原它的主体 就是它的旋律 应该算成功了 更多的让年轻人去听到 我们这代人对经典民企许的一个重新演义 紧张 还是紧张 希望待会儿 在舞台上用歌声让李老师看到我的故事 让我们有请今晚第一位登台演唱的歌手 谭维维 李老师您好 我是谭维维 我的爸爸特别喜欢听您唱歌 为了供我上大学 我爸爸当过一段时间的货车司机 然后呢 每一次出车 我跟他在一起 他都会哼唱您的歌曲 今天 在李老师的面前 唱起这首歌曲 我觉得是别样的心情 这是一首感恩的歌 我希望 把这首歌 送给我在天堂的爸爸 平复一下情绪 要平复一下情绪 加油加油 必须要平复 请平复 加油加油 所有的加油 加油 原谅的尖水 尽有准 原谅的干儿 暖人心 暖人心 小提琴好美 发自你声音的跨度 温暖到 传心人边放去 拘迷雨水起山起影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乖 有事 wl八 爱 敏颖 唱了 唱的很好 更紧张还是放松 我估计到了台上就会打岔吧 你很少上台吗 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没上台了 今天是第一次三年 隔了三年的时候第一次来这个舞台 那要鼓励一下 加油 加油 加油李 好 我们来听听看李老师怎么讲 好吧 好像李老师讲话了 真的是太感人了 李老师不知道您喜欢吗 唐薇薇其实我 早些年就认识你了 知道你的能力 知道你的才干 在唱歌之前 说的那段话 叫我很感动 也很伤心 我想你爸爸喜欢这首歌 就是由于他的生活给他的磨烂 他肩上挑的担子 卡车司机很辛苦的 沉淀在马路上野外奔波 他那个坚定的信念 就是送女儿去 从事音乐工作 他听这首歌都不管他自己听 也是给女儿听 在路上我想那是没有矿泉水买的 他唱着听这首歌 里头有泉水 支启用着你们父女的心田 承认着你们一直奔向你们要追求的目的 所以挺不容易的 其实一首歌啊 其实能够带着一个人勇气 也带着追求梦想的理想 所以你爸爸追求的理想梦想成功了 我想你爸爸在天子里能够能感动 我希望你继续追求 你还可以发挥的更好 还可以唱的更好 谭维维 祝贺你 谢谢李老师 谢谢 本来想象的是我们唱歌让李老师非常感动 没想到谭维维反而被刺激到了 是 对 我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 有的时候可能失控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真实 我觉得让我自己觉得我很鲜活 我们接下来的这位歌手